各位 我以下那番話不是講給各位聽 而是講給教育局的官員聽 今早我看新聞 看見教育局上載一篇文章 就是講 粵語不是我們的母語 我不講學術 我也不是針對那位學者 而是針對教育局的你 引用權威失準和後面的動機 我翻查中大局網頁 那位學者宋恩喬先生 他是一位內地的學者 全部研究著作都是普通話 一篇研究粵語都沒有 而他夠勁 就說粵語不是我們的母語 拒勁他的事 教育局為什麼又這麼勁 夠膽死去引用他的觀點出來 香港沒有研究粵語的學者嗎 改正很簡單 例如你引用 中大中文是前高級港師歐陽偉豪博士所說 粵語是我們的母語 我明白 每秒在馬上 這幾週屆 他們都會說問題 去到哪兒 小子 睡覺 上雲 那一座 我決定 那幾月